中国网红一身绝美古风造型 让不少人也跃跃欲试 许多人远道而来在北京故宫取景 但随着游客量变多 外拍乱上成为常态 随着商业拍摄这种业态的兴起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专业的摄影器材 像滑轨 摇臂 補光板 三脚架 还有大型的行李箱 营地车等等 都纷纷进入到了故宫 现在来到北京故宫 可以说是三部一娘娘 五部一公主 许多人为了拍照各种器材挡路 让其他旅客不堪其扰 反正我挺烦的 你看老站着位置 北京故宫15日终于正式公布新规 6月30日起园区禁止直播 与未经申请的商业拍摄 包括缴架和自拍棒 通通不准带入场 禁止商业拍摄的做法 现在看来被普遍叫好 玉花园的石子路面 它是传统的油灰嵌石子的做法 一些大的行李箱子 营地车的轮子碾压在上面 会将小石子挤压松脱 大量的外拍团队不只影响其他游客 更造成骨骑回损 以后除了婴儿车和轮椅 露营车 行李箱 拖车等 任何轮子也禁止入内 官方也呼吁各位娘娘们 该是时候退下了吧 三天新闻 联影韩报导